近期线偶剧《你比星光美丽》开播 徐凯在剧中饰演霸总角色 拥有大长腿及高颜值的他穿上西装 实在是帅气逼人 真的很难让人不圈粉 而近年的线偶录剧中 也有不少出圈的高颜值霸总角色 以下为十位录剧高颜值霸总 王鹤蒂以爱为盈 眼镜沙超禁欲 罗云熙 曾顺熙人设圈粉 录剧高颜值霸总时 刘学义饰演夜色暗用时 莫林泽 刘学义以其温柔的外表受观众喜爱 以其身后的演技功底和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刘学义的作品 虽然以古装剧为主 但其实他的线偶剧造型也很圈粉 穿西装同样很帅气 并不输其他男星 特别是在夜色暗用时 饰演金玉腹黑的霸总莫林泽 人设非常带感 他与章语戏间的暧昧火花也掌握得很好 成人式爱情真的会让人越追越上头 刘学义在《花间令》等剧中的出色表现 使他成为那余界备受瞩目的男艺人之一 正如网友所说 颇天的富贵终于轮到刘学义了 甚至很多喜爱他的粉丝 都为他的成名感慨不已 称终于有人看到努力又优秀的他了 陆剧高颜值霸总酒 陈兴旭饰演我们的翻译官孝依诚 186公分的95后男星陈兴旭 他浓言戏的脸蛋就是小说男主标配长相 再加上浑然天成的霸总气场 和女演员搭戏特别有火花 很多剧迷都觉得陈兴旭有种扎酥感 意思就是又扎又酥 也是演霸总的不二人选 高挑的身高搭上黑西装 真的很有总裁精英的即视感 而陈兴旭合作宋茜的新剧《我们的翻译官》 他将饰演羽翼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西装搭上眼镜纱的造型 在他身上真的太适合了 《我们的翻译官》剧情讲述 八年前林夕未完成母亲未完成的职业梦想 忍痛和孝依诚分手 成为联合国专业翻译 八年后 两人在工作上重逢 孝依诚明面上在对林夕复仇 实际上她不仅狠不下心来 还对她处处留情 而两人最终解开了心结 有情人终成眷属 并实现职业梦想的故事 陆剧高颜值霸总八 曾顺熙饰演《我可能遇到了救星》 陆昭熙 《我可能遇到了救星》 是2022年热度很高的黑马田宠剧 曾顺熙 两姐两人继燕归西窗月后二搭合作 曾顺熙在剧中饰演的是 医院的新任院长陆昭熙 但与其他霸总相比 她并不是走富黑高冷的路线 个性很贴心温暖 懂得尊重女友 人设相当圈粉 曾顺熙是《九五后》里外形 演技都很不错的一位 她属于浓延系的长相 但没有攻击性那么强 反倒有点中犬大狗狗的特质 五官很精致 陆剧高颜值霸总期 王子齐饰演《你给我的喜欢》新奇 王子齐在现有剧中演过不少霸总 先期合作王玉文在《只是结婚的关系》中 饰演契约结婚的霸总 开播后好评不断 所以两人又合作了第二部《你给我的喜欢》 这次依旧也是霸总角色 而她诠释的霸总也不是走高龙路线 个性温暖又宠妻 在剧中与王玉文的CP火花也还是很强 让粉丝又想敲碗他们在合作 陆剧高颜值霸总6 罗芸汐饰演《半世秘堂半世商》 颜帅 这部剧刚定绝时 大家都担心在古装剧中多是柔弱形象的罗芸汐 无法撑起霸总角色 但《半世秘堂半世商》开播后 大家都深陷霸总颜帅的魅力了 罗芸汐在剧中虽然个性腹黑 跟将军刚开始是欢喜冤甲 喜欢处处找他麻烦 但当将军真正遇到困难时 他还是会霸到护妻 算是口闲体正直的霸总角色 陆剧高颜值霸总5 诚意饰演《南风之我义》附云申 诚意出道多年却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琉璃才让观众注意到 与司风一角让他展露头角 后续于2022年热播的《沉香如谢》 给他带来更多的热度和流量 而去年播出的《莲花楼》 让他精湛地表演 让他口碑热度双丰收 不少网友夸赞他 把李莲花这一角色演活了 《南风之我义》 是诚意首部主演的现偶剧 二搭合作张雨昕 他饰演的是制药公司的霸总 人设依旧逃离步了坎坷命运 因为绅士被卷入家族仇恨 还因此出车祸 被大家称为轮椅上的霸总 大家对诚意比较熟悉的作品 都是古装剧居多 但诚意其实也意外适合现偶剧 霸总的西装造型在他身上也很帅气 让不少粉丝都敲碗 他可以再多接现偶剧 陆剧高颜值霸总4 魏大勋饰演《我的人间烟火》梦艳辰 魏大勋最近真是全面爆火 魏大勋在《我的人间烟火》 不仅演技被称赞 《我的人间烟火》虽然开播后被吐槽不断 豆瓣还开出了超低的2.8分 不过这部剧却让大家看到 魏大勋诠释霸总的潜力 他饰演的霸总梦艳辰个性隐忍克制 但又谦和有理 非常有教养 造型还特别搭上金框眼镜 剧中穿起西装看上去腿超长 魏大勋的身材比例优越 宽肩西腰大长腿 穿上西装很有霸总气场 搭配金丝眼镜 有种斯文败类即逝感 俊俏的外形能吸引一波粉丝 而魏大勋在演霸总时 他的演技也备受好评 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性张力 但却不会让人觉得油腻 这角色真的可以说是霸总教科书了 另外 都说演技是男演员最好的一美 这句话放在魏大勋身上很合适 他的演技很有松弛感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 陆剧高颜值霸总三 龚俊饰演我要逆风趣徐斯 我要逆风趣也是去年播出的现偶剧 不过在热度级评价上没以爱为营高 职业剧情也被狂吐槽 不过难得可以看到龚俊出演现偶剧 饰演投行霸总徐斯 一双大长腿配上全套西装 依旧帅气逼人 还是有不少粉丝买单 而且剧中两人也有不少亲密互动 如果单纯以爱情剧的标准来看的话 两人的化学反应还是不错的 陆剧高颜值霸总二 徐凯饰演你比星光美丽 韩婷 徐凯新剧终于挑战霸总角色了 徐凯虽然出道了一段时间 但在现偶剧中的形象还是以弟弟居多 而这次新剧你比星光美丽合作的是谭松韵 虽然刚定奖时 不少原著书粉觉得徐凯和角色人设不太搭 但目前你比星光美丽开播后 徐凯还是蛮能撑起霸总气场的 他五官帅气 眉眼轮廓分明 身材比例完美 散发着男性荷尔蒙 徐凯不算演技派 但演这种在职场上运筹帷幄杀伐果断的 腹黑高智商霸总 自带一份颜值气场上的说服力 你比星光美丽改编自九月系的投名小说 剧情讲述倔强的创业者 即兴遇上腹黑投资人 韩婷后的职场爱情故事 陆剧高颜值霸总一 王赫帝饰演以爱闻迎实验 王赫帝在《苍蓝角》饰演 腹黑高冷的古代霸总 东方清仓相当成功 霸道魔尊东方清仓 王赫帝将这个角色演得很活 霸道中带着一点幼稚与柔情 很多人都觉得 王赫帝真的无比适合霸奇类的角色 他天生有那种气场 瞪人时会让人害怕 大笑时又有一种小孩子的天真 苏感满满 王赫帝出道作品《流星花园》演得到名寺 也曾被很多网友称赞是神选角 而去年在合作白露的新剧 以爱闻迎再度饰演冰山霸总实验 王赫帝演的是冰山霸总 这个角色同样很酥啊 外形与人设都很圈粉 而且实验出场几乎都戴着金框眼镜 真的又帅又禁欲 这妥妥就是小说里的人物活过来了 不止高冷霸气 还有众斯文败类的感觉 耶 网友们都表示 王赫帝真的太适合演霸总了